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帮忙按赞和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打开小铃铛哦 500克糯米倒入一个碗中 加入清水清洗 建议清洗3-4次 接着装入清水盖过糯米 浸泡4个小时 浸泡4个小时后 把糯米分成两份 一份大约180克糯米 这要调入兰花汁的 另一份则320克糯米 准备200克农椰浆和300克清水混合 加入一茶匙食盐 搅拌均匀 备用 把180克糯米加入兰花汁 搅拌均匀 在一个空盘的底部放入斑兰叶 把调过兰花汁的糯米放在斑兰叶上 铺平整 把椰浆水加入制满 最后放上斑兰叶盖着糯米 放入预先烧开水的蒸锅蒸15-20分钟 另外准备一个空盘 在空盘中放入斑兰叶 把另一份糯米也放在斑兰叶上 铺平整 把椰浆水倒入白糯米内制满 最后再放上斑兰叶 放入预先烧开水的蒸锅 同样蒸15-20分钟 在蒸糯米的时候要观看糯米的情况 不要蒸到太过绵烂哦 糯米蒸熟后取出 拿走斑兰叶 趁热将两份糯米都稍微翻松 把两份糯米以混合适 放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蒸盘中 全部糯米都放入后 使用软刮刀把糯米压平 最后放入预先烧开的锅中 再蒸5分钟即可 5分钟后取出兰花糕 趁热再使用软刮刀压实 待稍微凉了一些后 切片即可配上嘎鸭酱享用了 嘎鸭酱在上一支影片已经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想知道我的嘎鸭酱是怎么制作的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观看哦 今天这部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别忘了点赞和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打开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